來 來 走 週五十二點半 位在高雄光榮碼頭 黃色小鴨突然小轟 右半邊 小鴨扁掉了鴨 變成了皺皮鴨 長了皺紋 鴨身彎一邊看起來 蓄弱無力 在強風用力吹之下 小鴨的表情變得扭曲 頭部突然又凹陷扭來扭去 透過縮時 小鴨歪來歪去 忽胖又忽瘦 第一次看了鴨 就看到漏氣了 小鴨在休息 對 現在的休息 妳剛剛看到鴨鴨怎麼了 小鴨鴨 我都不太大了 第一次看小鴨 就看到了小鴨小轟 遊客覺得稀奇 還是覺得很呆猛 而觀光局跟廠商道場 初步釐清 週三上午高雄市 瞬間陣風超過六級 小鴨的鼓風機毛錠吹到位移 今天高雄的風是非常的大 目前已經超過六級 那我們知道 輕度颱風的風力是七級 所以現在黃色小鴨的狀況 就是受到強風的攻擊 目前已經有發生 這次包括錨定的位移 那包括電力的裝置 有位移的現象 工作人員搭行相比艇 從小鴨屁屁進入 這裡就是裝設鼓風機的位置 經過沖氣 黃色小鴨慢慢的 慢慢的氣逐漸衝爆 這是遊樂園所有設施 將暫時停止營業 不只黃色小鴨被強風摧殘 旁邊冬日樂園 氣定遊戲區 以及娃娃攤位 也被強風給吹垮 業者下午前來做生意 看到眼前慘況 只能緊急收拾善後 特別要加強 可是風雲大到已經受不了了 風太大 風太大導致攤位無法營業 冬日樂園暫時關閉 工作人員也疏散遊客 黃色小鴨展出時間 進入倒數 週三突然遭遇強風 小鴨暫時罷工緊急修復 重新健客